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就又回来给你们播了 播十分钟 刚刚我六分了 头发好油 哇 这一份炸鸡好小 我是来直播吃炸鸡的 我是换室友了 我哪里想喝小玉了 我有一次在剧场 然后人给我打招呼 还说 还就是说小玉你好 然后我说我不是小玉 你给我看 快点帮我截一张图 我应该大晚上给你们播这个 喜欢啊 能吃完吗 那你真的是太小看我了好吗 谢谢姨元帮 谢谢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拍几张 然后晚上你们就是饿的时候我就发照片 谁让你们游的人天天晚上给我发爆声 谢谢姨元帮 谁说我吃不胖 好吧 好像是吃不胖 看起来有点油腻 好久没吃了突然想吃 都圆了 再说一遍我圆了 从哪看出来的 真的是 这个帽子戴的 没办法我头发油了 怕你们吐槽我 谢谢 圆了好看 真假 我这两天也就长胖了一斤好吗 长脸上 流量啊 我一直对你们很舍得好吗 一直拉流量直播 你们还天天 你们还天天闲着闲那的 不是胖了 是我 刘海 可能今天刘海 没了 然后就会显得一点圆 哇 真爱 谢谢姨元帮 我 我可以不播了吗 我想 我想拍一张 然后晚上发爆射 别跑 在电影院看直播你在看啥电影 我摆动作你们解读 好吗 好吗 接好了吗 接好了吗 一条狗的使命 好看吗 今天难得没有课 我等一下也想去看电影 谢谢 吃的啥炸鸡啊 我真的发现我没有刘海看着脸好圆啊 就是比有卡在崩土 挺干人的 什么叫几天不见变好看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之前不好看了 我口罩它我已经用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在外面还是得待一下的吧 虽然也 没几个人认识我 但是 就是作为一个艺人的 觉悟 明天上公演后天也上 哦并没有人认识我 我自己知道你不要提好吗 好烦啊 真的是 我跟你讲我上次从剧场出来一头撞在那个 大巴的后市进一场 然后就就有一个人说了一句活该 真的是 我当时恨不得一脚踹过去 开玩笑开玩笑 拖出去抱打 拖出去抱打 舍不得打 嗯 信心说的 不是不是他说的 不是他说的 我 心疼我的流量 其实我在进团之前 就是一个很斯文的人 从来不怼人的那种 然后你们就 我觉得就是你们太刻薄了 然后我就 现在就变得 说一句对一句 对我朋友也有点 对我上次就是 不戴口罩 我上次戴了口罩 然后人家就跟我打招 我说小玉你好什么的 我就很懵 我不戴口罩 人家说许易你好 反正就是没人认识我 我就 唉 我戴口罩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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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叫我小玉 不戴口罩人家叫我许易 反正就是我就不是我 帽子戴的很长 不是的 这个是赵韩倩的帽子 这不是我的 这是我偷拿着他的 不要告诉他哦 废话多点就有人认识我了 废话多点就有人认识我了 但是我这个人比较高能 什么叫成功模仿许易 我有模仿过许易吗 真的是 不会说话 为什么我要模仿别人 我就是我自己好吗 真的 真的是 本来就很高冷 没有 跟朋友 高不冷 好了我要吃了 我真的不跟你们废话了 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我要吃了哦 我要吃了 拜拜 拜拜 我 后天晚上再给你们直播吧 拜拜